在倒数九天那么立委选举的部分 今天台北是举办的第一场的立委证件发表会 那么来参加了候选人 那么选情有的是很紧绷 那么有的呢忙着跑行程 他是没有出席的 那么像是在士林北投区 只有看到竞选连任的国民党立委丁守中 不过他把一半的发言时间都用来谈马英九的政绩 有趣的是有一些生面孔的候选人 也都选在这个时机现身来抢版面 才让很多人觉得说哇原来除了常商媒体的候选之外 还有这么多的素人也在选立委 竞选连任的国民党立委丁守中 抢头像第一个到达会场 却把立委电视证件发表会变成停马大会 我们所有在场的乡亲 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大家都能够支持马总统 因为支持马总统就是支持我们一个连任的政府 不希望贪腐的政权重新的回来 每个人只有短短15分钟发言 丁守中却有一半的时间要大家继续停马 争取连任的大总统牌 但现场还有一群生面孔 原来这些人也都是立委候选人 在此我也跟没来参加杨烈大哥做一番呼吁 希望您办一个公开的政权发表会 而不是只有演唱会 也得在此跟您说真抱歉丁委员 因为我每次上台演讲的时候 都一定会借由提到您的名字来让大家认识我 知道我是谁在做什么 白色上衣搭配黑金条文领结 装扮很潮 他是最年轻的立委候选人 才29岁代表台湾国民会议参选 来抢曝光的还有这位人民民主阵线提名的周志文 说他专门来替弱势族群发声 但主办单位没有无障碍设计 证件场外先发火 我有事先打电话来确认 到底这边无障碍我可不可以上去 那他是说这边有人 而且有人可以协助我 结果我很压抑为什么这边是没有的 唯一一次电视曝光的机会 政治素人各个满头热 反倒是立委熟面孔宁愿缺席跑贪去 三天新闻游国志素医生SNG小组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前面